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民主党还有共和党一起在为川普 还有贺锦丽的电视辩论规则摆不平 主办这场电视辩论会的ABC 美国广播公司四号公布辩论规则 形式两大阵营终于达成协议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释出的规则 两大阵营同意在辩论期间 只有轮到发言的人麦克风才会开启 另一个人则会静音 整场辩论共90分钟 中间穿插两节广告 现场只有两名ABC的主持人可以提问 不会有观众 川普还有贺锦丽也已经在3号直过硬币 决定发言顺序 由川普负责最后的总结 贺锦丽则站在荧幕上的讲台右边 与此同时两大阵营也忙着拉票跑行程 贺锦丽在新函部下周喊出 要将企业减税优惠 从5000美元增加到5万美元 丽聘在4年任期内 冲着出2500万家新创公司 不过这项计划 就算贺锦丽上台 可能还需要经过国会批准 才可能成真 静新闻张卫杰谢谢您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闻